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今天我们来教一下这个巧莲丝巾的教学 教一下大家怎么用这个道具 当你们收到道具的时候 它会有三条丝巾和一个镜管 镜管里面呢 还有这样最重要的道具就是 这个很小的小皮镜 让我看一下小皮镜 准备工作是怎样准备呢 你们会在这个产品里面 收到很小的两个小皮镜 为了方便 大家这个教学能看得清楚 我们把这个小皮镜换成大皮镜来教学 首先呢 准备工作是把这个小皮镜给它套在 这个管子的两头 每一边套一根 这样子的 我们这边产品呢 是很小的这种 为了方便大家呢 我们换成这个大的小皮镜给大家教学 好 这些准备工作现在就已经做完了 这部分的表演工程都应该怎么用呢 首先把这个黄颜色的橡皮镜 从中间给它穿过去 穿到这个镜管里面去 完全把它塞过去 把它塞进来 塞进来之后可以在这边把这个 湿镜的拉出来 拉穿 现在这个湿镜 嗯 要那个拉过来 现在这湿镜已经被这个镜管拿到了 可以给人家上下呢 检查一下这里面没有任何东西 这个时候呢 拿过来一条任何选择一个颜色橡皮镜 把它这两个长度啊 这个两个湿镜的角 一定要重叠起来 重叠起来往里面塞 看到没有 把这两个重叠起来 给它塞进去 塞到一半的时候呢 把这上面的橡皮镜 拉下来 你没看到 拉下来这两个湿镜就连到一起 有看到啊 把它完全塞进去 塞进去 这边呢也是同样的 所以 再把剩下这条湿镜呢 也给你拿过来 那拿这个湿镜的角的位置 我们把这两个湿镜 还是像刚刚一样重叠起来 往里面塞 给它塞进去 塞进去以后呢 用橡皮镜拉下来 把它们给很容易起去 这样呢 两条湿镜 三条湿镜就已经全都在进过来 可以测在下 手里面没有任何问题 在五盘转一转 这个时候 用嘴巴来吹 这些三条湿镜呢 它就会连到一起了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三连镜教学 然后大家可以把草能弄 す像不安 合唱 感谢观看